大家好,RayRay又回來了 繼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幾間中上環的咖啡廳後 看到反應也不錯 所以想跟大家探索另一個區 我們這次選擇的區就是深水埗區 我第一間想跟大家介紹的咖啡廳叫Nomad 整間咖啡廳的外形都會給大家一種日系簡單應隔的感覺 就這樣看座位好像很少,但其實除了這一層之外 上面還有一層可以坐 所以雖然和朋友去那天是星期六,但也不用等很久就有位了 在食物方面,主打日式菜式,食物內容很豐富 有沙律、炒飯、三文治、Burger都會有 那天我和朋友叫了鰻魚炒飯和青魚定食 它兩樣食物都非常有水準,特別是青魚定食 這個青魚真的很好吃到不得了 可以幫我看看我的電話是否在我的袋子裡嗎? 大隔大隔 在夜飲方面,它主要是買咖啡為主 Mocca、Latte、Cappuccino那些都會有 大家可以猜猜我究竟叫了什麼 沒錯,我又叫了我最喜歡的Dirty 以Dirty來說,它的質素不算特別超級版 也算是普通的,不會說有什麼特別驚喜的東西 買上漸層那些也不算特別出色 而朋友就點了Americano 跟朋友聊,他說這杯Americano 也沒有什麼特別普普通通感 整體來說,除了飲品方面有一定的進步空間之外 整體在Nomad的經驗也是很好的 它們的服務態度也非常好 所以我下一次也會想去試下其他菜式的食物 值得一提的是,它晚上會買酒做晚事 所以就算沒有時間去吃Lunch Time 也可以去試試晚事 在跟大家分享下一間cafe之前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張圖 看不見到要排多長龍? 是不是一看就覺得好吃呢? 這一間要跟大家分享的cafe 就叫Cafe Sausalito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我跟朋友去的那天是星期日 本來都預料會多人 但想不到最後都要等了一個小時才可以進去 一進去,看到店裡的裝修已經對它很有好感 因為它是行一些工業風 牆、窗、地板等等 所有地方都好像沒有裝修好感 有種粗粗的感覺 但同時又很有型 在飲品方面,它除了有加奶的咖啡之外 也有精品咖啡可以讓你選擇 一些不喜歡喝咖啡的朋友可以怎樣 其實那裡還有一些Soda、Ice Tea 一些不咖啡的飲品可以讓你選擇 對了,我又是叫Dirty 其實它這杯也不算是特別好喝的 中規中矩 但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漸層真的算是做得蠻漂亮的 很推薦的 朋友就叫了一杯來自Ethiopia 的精品咖啡 店員很有耐性地跟它講解 每一款咖啡豆有什麼特性 所以這杯椰子也是很適合它喝的 夜食方面,我跟朋友的客人店 看到很多人叫這個 就是這個Cheese牛肉的Bagel 我們看到它買上也是非常吸引 所以就點了一個 果然非常好吃 不會太膩 我跟朋友一人一半就剛剛好 所以也推介大家來到就一定要試一個 除了這個Bagel之外 我們還叫做all day breakfast 但也是普普通通的 就是all day breakfast味 基本上我會覺得這間咖啡店 也挺值得大家去的 雖然它可能要排一陣隊 因為它的食物和飲品 都是有一定的質素的 但可能每星期六天去就會開心一點 最後一間想和大家分享的咖啡店 就叫color brown 首先想和大家說清楚一件事 就是這間咖啡店 我只會推薦大家來打卡 而食物和飲品都是不太推薦的 所以如果你只想打個漂亮卡 它絕對是OK的 但如果你想吃好東西 喝杯漂亮的東西 它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首先說了環境方面 環境方面 它的復古味是十分濃的 首先你一走進店舖 就會看到綠色的復古鐵閘 很適合打卡用的 而且咖啡店裡 也有很多vintage element 例如一些復古的樓梯 有些鐵皮感覺的座椅 在菜單方面 它是有咖啡 和一些自己自創的signature drinks 也算是挺有心事 那天我叫了ice strip 而朋友就叫了它一杯意識鴛鴦 坦白說兩杯真的不太好喝 那杯ice strip其實真的不太層次 味道真的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一杯意識鴛鴦也是一般的 那我和朋友都真的很失望 那在食物方面 我們也叫了這個 就是吞拿魚意粉 和全日午飯 那兩樣食物呢 都真的非常普通 真的吃到有點頹 那坦白說 它的食物質素和價錢 真的完全不成正比 所有食物和飲品 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如果你來打卡 是想拍一些復古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想吃東西 吃好東西的話 真的要再認真一點了 那話這麼快 今次的深水埗編 又結束了 如果你想知道 rayray下一次在哪一區找食 要做些什麼 沒錯啦 就是CLS 和Subscribe Subscribe 按旁邊的鐘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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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那不是開玩笑的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動力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RayRay這個小youtuber 做多些高質素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今集就大概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